以西节书 第二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有两个女子是异母所生 她们在埃及行淫 年少时就开始行淫 在那里任人拥抱胸怀 抚弄她们少女的乳房 她们的名字大的叫阿和拉 妹妹叫阿和利巴 她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 论到她们的名字 阿和拉是撒玛利亚 阿和利巴是耶路撒冷 阿和拉归于我之后却仍行淫 恋慕所爱的人就是亚述人 都是战士 穿着蓝衣做省长副省长 全都是俊美的年轻人 骑着马的骑士 阿和拉与亚述人中 所有的美男子放纵淫行 她因拜所恋慕之人的一切偶像 玷污了自己 她从埃及的时候 就没有离开过淫乱 因为她年轻时 有人与她同情 抚弄她少女的乳房 和她纵欲行淫 因此我把她交在她所爱的人手中 就是她所恋慕的亚述人手中 他们暴露她的下体 掳掠她的儿女 用刀杀了她 他们向她施行审判 使她在妇女中留下臭名 她妹妹阿和丽巴虽然看见了 却还是纵欲 比子子更加腐败 行淫乱比子子更甚 她恋慕亚述人 就是省长和副省长 披挂整齐的战士 骑着马的骑士 全都是俊美的年轻人 我看见她被侮辱 死妹二人同行一路 阿和丽巴又加增淫行 她看见墙上刻有人像 就是鲜红色的 迦勒底人雕刻的像 他们腰间细着袋子 头上有飘扬的果头巾 都是将军的样子 巴比伦人的形象 迦勒底是他们的出生地 阿和丽巴一看见 就恋慕他们 派遣使者 往迦勒底他们那里去 巴比伦人来到他那里 上了他爱情的床 与他行淫侮辱他 他被侮辱 随后他的心 却与他们生疏 这样 他既暴露淫行 暴露下体 我的心就与他生疏 像先前 与他的子子生疏一样 他仍继续增天吟行 追念他年轻时 在埃及地行淫的日子 恋慕情人的身壮精足 如驴似马 这样 你就渴望年轻时的淫荡 那时 埃及人 以你年轻时的胸怀 抚弄你的乳房 阿和利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激起先前你喜爱 而后生疏的人 前来攻击你 我必使他们前来 在你四围攻击你 有巴比伦人 迦勒底众人 比戈人 书亚人 戈亚人 还有亚述众人 与他们一起 都是俊美的年轻人 他们是省长 副省长 将军 有名声的 全都骑着马 他们用兵器 战车 自重车 率领大军前来攻击你 他们要拿大小盾牌 戴着头盔 在你四围摆阵攻击你 我要把审判交给他们 他们必按着自己的规条 审判你 我要向你倾泻我的妒忌 使他们以愤怒对待你 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 你剩余的人 必倒在刀下 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 你所剩余的 必被火焚烧 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 夺取你美丽的宝物 这样 我必止息你的银行 和你从埃及地就开始犯的淫乱 使你不再仰望亚树 也不再追念埃及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把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 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 他们要以恨恶对待你 夺取你劳碌得来的一切 留下你赤身露体 你淫乱的下体 连你的淫行和淫荡都必显露 人必向你行这些事 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淫 用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 你走了你子子的路 所以我必把他的杯交在你的手中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必喝你子子的杯 那杯又深又广 成的很多 使你遭受吃笑击刺 你必鸣鼎大醉 满有愁苦 你子子撒玛利亚的杯 惊骇和凄凉的杯 你必喝它并且喝干 甚至咀嚼杯片 撕裂自己的胸脯 因为我曾说过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忘记我 将我丢在背后 所以你要担当你的淫行和淫荡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吗 要指出他们所做可憎的事 他们行奸淫 手中有血 他们与偶像行奸淫 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精火 给他们当食物 此外 他们还像我这样做 同一天 又玷污我的圣所 干犯我的安息日 他们杀了儿女献给偶像 当天又进入我的圣所 亵渎了他 看啊 这就是他们在我店中所做的 况且 你们两姊妹派人从远方照人来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看啊 他们就来了 为了他们 你们沐浴 画眼影 佩戴首饰 坐在华美的床上 前面摆设桌子 把我的香料和糕油 放在其上 在那里 有一群人欢乐的声音 有许多的平民 从旷野来的醉汉 把镯子戴在他们手上 把华冠戴在他们头上 我论到这九行奸淫 而色衰的妇人说 现在人们还要与他行淫 他也要与人行淫 人去到阿和拉和阿和利巴二淫妇那里 好像与妓女行淫 一人 必按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之妇人的规条 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是淫妇 他们的手中 有血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让军队上来攻击他们 使他们惊骇 成为卤物 这军队必用石头打死他们 用刀剑杀害他们 又杀戮他们的儿女 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 我必使这地不再有淫行 所有的妇女都受警戒 不再效法你们的淫行 人必因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 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 因此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